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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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因为今天可能是廉价第一天的关系 所以我一路上并没有碰到大台的水泥车 我进去的时候稍微绕开了水泥场的主要道路 那沿着另外一条比较小的香道往里面前进 这样子的早晨的田园风光我是非常的喜欢 这边有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边有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右边这个机场围起来的区域应该是五老坑溪游乐区 经过这个游乐区之后不久呢 会看到一个疑似是旧厂房的大烟囱 那旁边呢有一个五路财神庙 那这里呢应该就是正式的五老坑溪领道的入口 如果你是开车进来的话车子可以停在这边 然后把脚下的车卸下来 那这里有很多停车的位置 也有人在这边录影 那么临到就是从这个蓝色的大水门旁边的这条路进去 那路上看到有非常多的指示牌 往这边走就对 在台湾你找不到林道的入口的话 你只要看不到我们路旁边有非常非常多的牌子 告诉你禁止做这个禁止做那个 然后特别注意安全等等 那条路就是林道的入口 这个林道路面的路况大概是水泥路 然后混杂着这个立石路 从入口一进来呢 就有一个满陡的 约6%到10% 左右的一个小陡坡 在转弯处呢 你会看到一个牌子上面写 五老坑林道 来这边呢还要刷这个 防疫QR Code 从入口开始骑大约骑2.3公里 有一个小上坡跟下坡之后呢 就会来到了这一个第一个过溪点 那么从这个入口算的话大概是15分钟的时间到这里 骑登山车来这里当然就是要过溪啦 所以我来试试看过溪的能力如何 看起来不太行啊 第一次试的过溪就卡了一半 还好水没有很深了 现在的时间大概是早上7点 刚才在第一个过溪点附近就已经有一些人在这边过夜露营 那也有一些来探路的 第一个过溪点之后的林道路况大概都是这样子啊 就是立石路 然后比较多 水泥的铺面的比较少 大概只要是有上坡的路段都是立石路 因为有大车重车的碾压 那上下坡的地方的路面维持都非常的困难 只有在比较平的这个路面呢才可以看到比较完整的水泥铺面 那也由于都是重车在使用这条林道 所以那个立石路面的石头都蛮大颗的 然后坑洞 如果有坑洞的话也是非常结石的那种坑洞 那你轮胎陷下去就会感到很大的震动力量 好我们来到第二个过溪点 那现在是早上7点啊 那个来露营的帐篷可能有没有露营客人都还在睡觉 每个过溪点旁边都有一个吊桥 那就是让小型机车或者是人不想碰水的话呢 可以走吊桥过来 过了第二个过溪点之后的路呢就越来越陡了 但是呢很快的就接到第三个过溪点 今天很热闹啊 这么早的时间每个过溪点都会有比赛来入 头往上看呢都可以看到很多新大雪泥场的空中运输的流龙系统 从第三个过溪点到第四个过溪点的中间也是一个上坡路 那我感觉上也是大概是8%到10几左右的上坡路 我还好路程度不算有大概1公里 这个过溪点的水非常的浅 而且呢水底下的路面呢其实不是大石头 是有点沙子跟小石头 所以呢很容易就通过了 那我是不知道在往之后呢 还有没有可以让脚踏车过溪的这一个过溪点 那在前面四个过溪点之后呢 我会努力的往里面骑到第五个过溪点 那在这一条路框上面是非常的困难 因为从第四个过溪点之后的那一个路呢 就变得非常的陡 我很努力的拼到了第五个过溪点 结果发现它是一个桥经过 所以呢我轮子也碰不到水 所以让我游幸大解 所以我决定呢今天就起到这里 而且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该要回旅馆吃早餐 那我就在这边停下来 休息一下 这里的风景虽然是小小的溪流 不过看起来也是蛮可爱的 在这边留一张照片 那我在这个第五个过溪点呢 遮翻点的高度是541公尺 那从林道口去那个五路柴神庙 骑到这里呢一共是十公里 那事实上我并不知道后面的第六或第七或是更之后的过溪点呢 还有没有可能再让脚踏车能够过水 不过我想我今天就探路探到这里 我来享受一下下坡的乐趣 但是说实在的在一开始的这个从541公尺折返点开始往下冲的这段路其实是十几到20%的陡坡 这样子的陡度呢再加上又是碎石露面 说实在的我也不太敢骑太快 说真的稍微一闪神眼睛往旁边看 或者是手稍微一抓不紧就感觉要摔出去的感觉 事实上在下坡的过程当中 我还真的有一次试着要松开一只手去按这个GoPro的摄影机 然后就龙头就差点不稳 然后差点要摔倒 在这种人烟喊致的地方摔车实在不是非常好的事情 对不对 而且我骑一骑发现呢 我的后轮的叠煞好像已经开始出现不正常的声音了 从买车到现在 1月买车到现在也已经有大概八个多月了 每个礼拜都会出门一两次骑 而且骑在都不是什么屏幕 也都是上上下下的陡坡 我想它的煞车皮 尤其是后轮的煞车皮 应该也差不多要下课了 我的GoPro摄影机其实是挂在我的胸前大部分的时候 那所以呢 这个角度其实是因为呢 我下坡所以我把整个人的身体 屁股都往后移 然后几乎是坐在我新买的后过家上 那事实上大部分的时候我还真的是坐在上面 下坡的时候 诶我突然发现这样坐在后面 好像感觉还蛮稳的 不会有那种刹车就感觉要摔出去的可能 而且这个角度我照到的摄影机 照到的血流路 其实是可以看到整个龙头 所以那个角度特别有趣 好我现在坐起来了 因为是那个历史路面 那个弹跳非常的痛苦 所以呢 我决定还是坐回我原来的以上 那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的速度又变得更慢了一点 因为我真的很怕 我刹个前轮要怎样 顶到一颗石头 然后我人就千空翻摔出去 所以这个意思是说 想享受下坡车的乐趣的话 并不是说坡度越陡就能够越有速度 就略刺激 当然对真的 强中之手来讲一定是这样的 但是 对于像我这种 周末 骑车的人来讲的话 能接受的坡度还是会有一个限制 像刚刚下来这种十几%二十多的这种 陡坡下坡 就是碎石路面 是 真的不敢骑太快 哇 你看这个伸缩缝 刚才那个给大车用的伸缩缝真的是蛮刺激的 如果你的轮子没有对准中间的铁条过去的话 你很快就会掉到那个洞里面去 你整人就千通半分之够了 好 雖然说 回到第四个过西点 你这一路上是抖下坡 但是我刚刚讲过 因为通路实在太远 所以我也不敢行太快 好 那我们就回到这个过西点 好 终于可以好好地享受一下冲场过西的热水 这个林道的碎石路面 就让我想起了一些也是砂石车来来回回在重度使用的那一种 河边的采砂石的那一种 这种有大车压过的路面 当然它的路基都很结实 但是呢 相对的它的那个含砂量 砂子弄软的程度就变得很小 所以路面都很硬 那这个压得很硬的这一个路基之外 它还有一些不算小的石头 所以这些石头布满在路面上面 会让你再往下冲下坡的时候 有蛮多的路基 如果是像我上次去的那一个寿风溪 或是花莲溪的那种砂石车经过的那种床地的话 它上面的石头还会更大颗 更难起 那这个第四到第三个过西点中间的这个下坡路呢 虽然稍微缓一点 所以速度感比较感放的比较快 速度只要一提高我就很难让我的双手 放一只手出来去控制摄影机 所以 刚才又有一个惊险的状况 就是我把手放开下去弄摄影机 结果差点摔倒 所以我现在摄影机就是 基本上角度一旦绝对可以了 基本上就不会再给它去让它一直照片 话说回来啊 我今天在上坡的时候呢 看到有一个信大水泥场的公务车 那里面载了是 可能是水泥场的人员 那台车非常大台 很像是卡车改装程那种 那我在抬头看的时候都可以看到他们很多那个 流龙的那个 流龙站 就在山头上 那我相信这个林道呢 应该有一些是可以通到那样的 流龙站 但是呢 今天时间实在是不多 我在刚才的那一个天篷上面 在我上坡的时候 看到有一只猴子在对我叫 好像我呢 侵犯了他的领域一样 希望那些台湾迷猴自己小心 因为 那个天篷上面可能会有流龙掉下来的沙石 砸他的头 而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呢 这条路因为是沙石道路 那个采矿场的道路 所以那个 感觉起来我骑完这一趟之后呢 我脚上上面 噴了很多白色的泥巴 那泥巴其实不是土 可见呢 这里的土的成本真的是很少 大部分都是矿石 那个磨碎之后 飞出来的那种细沙 所以黏在我车上的时候 觉得都是白色的沙子 好我来试骑一段这个 吊桥 这个第三个过期一点的吊桥 那吊桥的结构跟功能 看起来是相当的完整 机车经过安全应该是绝对没有问题 早啊 啊这个 露营的 camper他们起床了 现在是早上八点 五半左右 好 瞧着第二个过期一点回程前进 然后持续还是持续的下锅 只是坡度就越来越缓 所以呢 骑车的速度也就越来越快 但是中间仍然有那个 偶尔会出现那个 伸缩缝 很大一个伸缩缝 经过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留意 好我们来换一个摄影的角度 那这个是前叉视角 那这个是前叉视角 所以可以看到 前轮 前叉 还有 这组织的下 我觉得用这个角度来 开过期的宝贓 会有什么东西 这几家人 养的狗呢 对我非常的热情 我刚才早上经过的他们的时候 他们的狗可能也在睡觉 那现在主人醒了 那狗呢 也就开始卖力的工作 追着我就一直叫 我顺带一提 这个 在前叉上面 我保的是 那个前握架 回程的路上在接近入口的地方 可以看到五老坑西的远景以及远处的苏澳市区 来的时候这段路觉得是蛮陡的上坡 现在冲下去觉得还蛮舒服的 五老坑西林道由于车子可以直接开进来 那车路路也算是好走 所以是一个露营的一个好地方 所以我们今天连架 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汽车开进来 在河边露营 如果单纯就脚踏车而言的话 你问我可不可以带小孩子来骑呢 我觉得小孩子的车子大概可以骑到第二个过西点 因为再往后就路就变得非常的陡了 对小孩子的那一种 脚踏车也的话可能会 没有什么乐趣 再说小孩子可能看到水就不想再骑了 他们可能就 比较喜欢在这一个浅浅的 五老坑西里面玩水 而不是跟着爸爸妈妈 或者跟着爸爸一直往上骑 好有关林道本身呢我就介绍到这边 在往苏澳市区旅馆的路上呢 我碰到了这个一长串的等着上苏花改的 出游的车潮 提供给各位做个参考 现在是早上九点钟 廉价的四天廉价的第一天 那这一个车潮是一路排到 路旁边的指示牌写着 从这里开始排队要五十分钟才会到 苏花改的地方 所以大家以后出游还是要好好规划时间 免得被困在这个车阵里面 好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很感谢各位的观看 那也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一次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